文章来源凤凰 因为降价售卖 成都的七房楼盘保利中梁湖光景云已经被投诉了两次 投诉内容均是恶意降价扰乱市场 拿正价格1.5万至1.7万元的湖光景云 如今对外售价9000元几乎打了四折 投诉人怒气冲冲地说 这属于严重影响了房地产市场 并希望彻查保利和中粮 当地政府部门很快在回复中对降价行为定性 湖光景云项目由于价格波动过大 涉嫌扰乱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 目前暂无法办理网签备案 周边的政府配套没有落实 政府又不希望降价 所以卡住了 今年2月就停工停售了 一名保利的内部人士告诉凤凰 Vitley地产 这只是市场下行的情况下 地产公司为了活下去采取的销售动作 不卖房子收不回城本 开发商降价自救又一次遭遇拦截 今年以来除了珠海南昌四川雅安等个别城市 对开发商降价促销给予放行 昆山惠州等地多个楼盘因大幅降价被叫停 限跌令还广泛存在于各大主要城市 今年上半年区库存还取得显著效果的保利发展 到下半年以价换量似乎已不再奏效 从6月开始 房企销售排名第一的保利发展销售额 一直在同比下滑 不久前 保利发展给各个地区公司总经理 及其经营班子下发了存量计划指标考核 销冠也要和其他房企一起共度时间了 成都项目已停售近一年 事实上 这已经是胡光锦云第13次被送上政府留言板 其中两次因为降价 11次因为停工 而停工的原因就是因为降价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投诉停工的留言 字数都为去年已购房的业主 投诉降价的没有表明身份 上述保利内部员工称 应该是其他的同片区项目业主觉得自己买贵了才投诉 早在去年12月 有付了首付的业主发现 既办不了网签也退不了款 工地还停了 政府部门在当时就已经确认了项目由于销售价格波动较大 无法备案 并督促开发商尽快研究解决方案 到了今年9月 关于停工的原因又有了新说法 我多次咨询简州新城 属东部新区管委会 回复的都是开发商与施工总包方 存在合同纠纷 只有等官司结束 才能督促开发商复工 而我通过电话 分别咨询中良负责人和施工总包方 成都建工九建法务部门 得到的答复却是一致的 两家单位确实存在合同纠纷 但诉讼官司却一直未启动 所以真正的事实可能是 两家单位或多或少存在默契纠纷 拖期复工 业主在留言板上称 成都东部新区管委会给予的回复是 确实存在合同纠纷 以督促开发商妥善处置合同纠纷 预计近期将正式复工 胡光锦云位于成都市东部新区 不过成都本地人 还是习惯叫他的旧名字 简阳 这是一个成立不过四年多的省级新区 原属于成都隔壁的简阳市 2019年3月 为了响应成都跨越龙泉山的东进号召 成都市东部新城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成立 恰巧这一年 成都还在楼市上涨漆的余温中 摇好仍是新房的主流 从1月到12月 成都共出现六次万人摇 甚至还出现了皮都中铁奥维尔的两万人摇 漆阳区的光华一号五了三年 从9000元五到了1.4万元开盘 中铅率仅5.75% 2020年5月6日 胡光锦云所在的简州新城 纳入成都东部新区规划管理范围 一年后 大跃城以最高限价6650元每平方米的成交楼面价 拍的胡光锦云所在的地块 后引入保利为合作方 分别持股51%和49% 这幅地块溢价率达14.66% 是该区域楼面地价首次突破6000元每平方米的宅地 拿第八个月后 胡光锦云取证 如果按照预售证1.5万至1.7万元来计算 房价是楼面价的约2.4倍 以行业平均水平来看 净利润大约能拿到10% 这时候 保利和中粮是能算得过账的 可惜的是 这个价格遇到了行业下行 成都东部新区作为开发新区 在地理位置上有些尴尬 急距离成都天府广场约55公里 距离成都环球中心约60公里 从成都市区出发区简阳 需要翻越海拔1051米的龙泉山 开车走高速一个小时 同样是需要翻越高山 从深圳市中心到最外围的平山区 距离是40公里 北京通州距离东城区仅30公里 当凤凰 微腿地产 以购房者身份 向贝壳经纪人 询问胡光锦云时 中介首先确认 这个小区在简阳里之道部 在没有划入成都之前 这片区域的新盘价格 在2016年 大约才4000至6000元每平方米 一名成都地产机构人士 对凤凰 微腿地产称 据瑞利数据 2018年至2022年 东部新区的土地拍卖 平均楼面地价 分别是2719元每平方米 2353元每平方米 1425元每平方米 5968元每平方米 4169元每平方米 也就是说 保利和大跃城拿地时 不仅占到了区域的最高点 也占到了历史最高点 保利发展的大北营广州 有一个差不多距离的南沙区 距离广州市中心的约秀区 约58公里 地理距离和东部新城一样偏远 南沙区今年8月 某楼盘被投诉降价时 仅仅是从2.8万元每平方米 降至2.2万元每平方米 降价幅度为20% 和南沙有点类似的情况 还不如南沙 上述保利内部员工说 广州作为一线城市 辐射能力本来就强于二线的成都 更何况在成都 本就存在多个新发展的区域 比东部新区级别更高的 还有2012年成立的天府新区 和1990年成立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他们一个是国家级新区 一个是政厅级建制 而东部新区为省级新区 前几年好多上海朋友 找我打听房子 都是只知道高新区和天府新区 上述成都地产机构人士说 今年东部新区楼市进一步降温 10月27日 成交两块宅地 楼面价降到了4000元每平方米 和4850元每平方米 均由东部新区管委会旗下的 东部集团接手 成都现在市场两级分化 极其严重 能卖的项目没货 打折的项目几乎都是 卖不出去的项目 降价也卖不出去 一家销售额排进 Top4的龙头房企运工队 凤凰 Weekly地产说 销贯去库存 从年初一直稳坐全国销售冠军的保利发展 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去库存 据保利发展的2022年年报和2023年中期报告 在2022年底时 保利发展存货中 已建成带出售物业的规模 从2020年的674.43亿元 上涨至1673.21亿元 占比从9%上升至19% 库存去化压力显著加大 2022年同期 保利发展尽量减少开工面积 以平易库存压力 去年年底 新开工面积 从2021年的5155万平方米 对半减少至2375万平方米 到了2023年上半年 去库存依然是工作重点 今年上半年 开工面积继续减少44%至626万平方米 即有2021年的12% 去库存开始出现成效 存货规模较七出减少了2.6%至8,546亿元 其中 已建成带出售物业相较于七出 减少了25.8%至1,241.04亿元 占比回落到14.5% 不过依然高于2020年的9% 从保利发展一直在下滑的毛利率 可以窥见崎岖库存的动作 2023年上半年 公司毛利率为21.26% 同比下降4.26个百分点 毛利率指标的下滑 与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 房企 以价换量等因素有关 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阅进解释 但以价换量的策略 到了下半年 似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保利发展 今年事实上 只有四个月的行情 度过了年初的小阳春后 从6月开始 保利发展的销售额开始下降 最新10月的销售额 同比出现23%的减少 达到今年为止的跌幅峰值 同期 保利发展今年第三季度的 规模镜利润腰斩式下跌 中断了近年以来 持续同比上升的趋势 管理层在业绩会上 称与毛利率下滑有关 公司第三季度 规模镜利润负增长 主要因为毛利率大幅下滑 公司第三季度 毛利率14.7% 同比下滑7.3个百分点 受销售市场压力较大 以及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的影响 国盛证券在报告中表示 据媒体报道 不久前 保利发展给各个地区公司 总经理及其经营班子 下发了一些新的考核指标 其中包括单独设置了 一个存量区画指标考核 到今年年底 各自公司的年终绩效考核 奖金 领导人员考核 专业线考核等 都要与存量区画挂钩 保利发展的管理层 在11月举行的 10月销售电话会议中介绍 目前公司新拿地的毛利率 在24%至25% 销售周转约5.8个月 北京大概三四个月可以开盘 如湖光锦云这种周期 已长达两年多 甚至停售的项目 远低于5.8个月的平均速度 确实是整个公司的老大难 据中指研究院数据 今年前10月 保利发展的拿地金额 排名第二 为712亿 比第一名的中海地产 少了185亿元 克尔瑞报告提醒 保利发展去库存效果显现 但是新开工面积偏低 可能会影响未来的项目开盘 及销售增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展 递友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